歡迎大家回到要財財經台的直播時間 來到這一節是問答環節 如果你有股票問題想問的話 打來我們的問股熱線204-6566 或者將問題電郵給我們 電郵地址ask at bschannel.com 我身邊的嘉賓就是我們研究部的經理直耀輝 Stanley 你好 你好 看到現在的市況 暫時來說跌勢收復了 現在稍微跌兩點 正在23149點 國企指數反而升 正在40點 正在10358點 大股成交方面暫時是343億 見到A股方面有個很少頭 所以升上來 港股都轉升 暫時來說三大指數 內地三大指數都是升 升幅來說都解乎是 0.71%至1.07% 上升指數現在做2038點 深淨城至7300點 戶心300指數2148點 和Stanley都聽聽嘉賓觀眾的電話 在旁邊今次有黃小姐 你好 黃小姐 你好 黃小姐 你好 想問什麼股份 我想問3隻 992 我們有什麼委任 什麼委任 還沒有 還沒有 先說這一切 聯想集團992 見到現價做9.67 暫時跟8 Stanley看到股價方面 在5月初開始有個明顯的反彈 上來好像見了頂 應該怎樣 家庭觀眾還沒有貨 好不好現在買 其實我想先問黃小姐 為什麼你想買這隻股份 其實 我都看好它 而且我都賺到它 我明白 其實為什麼我會這樣問 公司本身 今天都說這幾天的時間 都有單消息 就是說 IBM那時候 比較低端的伺服器業務 好像延期了 可能是傾談延期了 這個因素都令到市場上面 都對於他這方面的情況 有些擔憂 所以令到他股價 這幾天的時間 都可以說是轉差了 其實嚴格上 我對於聯想的看法 其實幾 有些審診 或者這樣說法 雖然公司之前的業績 出來的情況是理想的 還有你都可以說 公司本身對於前景的看法 都可以說是很正面 我都認同 但對於公司本身收購 IBM這個低端的伺服器 這個部署 我都是讚賞 我覺得是沒有錯的 但問題是 公司本身 對於收購 MOTOROLLA 那個移動電話 那邊的業務 我自己是有保留的 甚至乎來到現在這一刻為止 我都對於收購的成效 我都有些疑問 雖然公司本身 公司管理層 對於這個拼購 是很樂觀的 即是覺得這個拼購 我難以說 在三至四角裏 基本上可以做到規轉型 但行不行 還有能不能做到 我自己是有些擔心 有些保留的 所以變相之下 其實你可以說 我對於聯想股價的前景 的看法 就不算是太理想 還有一件事要留意 嚴格上股價沒錯 之前的時間 由八萬邊這個位置 衝過上來 衝過到大概十萬邊 這些位置 開始行人止步 而十萬是甚麼位置 在橫線看的話 你會看到 他剛剛補回下跌列口 這個水平這個位置 之後 再調頭向下 而現在形態上面 如果講一個短氣形態 出現了一個類似 見頂的信號 即這個位置 出現了見頂的信號 所以以初步看 我會建議王小姐 如果你現在這一刻 你未有貨而想買貨的話 不妨等等 如果有機會 調整下去 大概九個二樓下 即這些位置的時間 我覺得相對比較安全 現在現隔來說 除非你過去 破十元這個位置 否則 現在的直播空間 都真的不多 所以等他的股價 到九個二樓下 才再考慮 好 這隻手要給點耐性 王小姐 要問下一隻 7.39 我一個七號半入 一個七號半入 看到天大石油管材 現在正在做1.67 首位在捱價 Stanley 教員觀眾想問怎樣做 現在股價都下跌至3% 有沒有機會 繼續向上望 但之前的升幅都比較急 會不會繼續有回帖壓力 其實這間公司 我對他的印象 認識真的不算很深 我記得公司本身在上年度的業績 其實是不錯的 好像是有個很大的增長 你可以說這個板塊 這個管材的板塊 我自己個人看法是樂觀的 因為我都相信 隨著中俄這邊 簽了這個 供應天然氣的協議 而且中國本身 除了在中俄的協議之外 在2020年之前的時間 都會在中亞 都有四條管道來中國這邊 所以變相之下 對於管道的需求 我覺得是正面的 但問題就是 究竟天大管材本身 受惠的程度有多多呢 以及他的層面上 是否有高呢 這個就真的沒有什麼 深究過 但如果你問我的話 對於這個板塊的看法 是正面的 但初步看 如果純粹以天大管材來說 他的股價形勢似乎是轉差了 你可以說在這輪的時間 經歷過之前 急升上來之後 近期來說 開始要轉差 甚至你可以說 這個比較大的支持位 應該就暫時來說 是一個六毫本的水平的位置 如果稍後的時間 跌穿了的話 我會建議王小姐 你稍為減持一下 還有如果選擇這個板塊 我自己的心意 就不是這隻 是另一隻 就是這個 就是珠江鋼管 1938 你看回珠江鋼管 1938的圖 反而是近日的時間 之前來說 好像摸了兩個底 就是這樣 就是上去之後 已經有一個不錯的表現 所以反而 如果你真的本身 看這個板塊的話 我會建議 如果假設 就是天大管材 真的跌穿了一個六毫半 這個大支支援的話 不妨考慮一下 私人那隻指洩 然後資金轉賣這一隻 或者後機 等他的股價 回到大概 兩至七毫部附近 千萬再考慮 很詳盡的分析 謝謝Stanley 黃小姐 是否還有一隻 最後一隻 1133 本身自己有沒有貨 今早4個掛入了 4個掛入了 哈爾濱電器 1133 現在來講 是4.79 消息面上 最近沒有什麼 但單體股價 似乎好像有點突破 向上衝了一陣 可否繼續留守這隻股份 還是應該怎樣做 我都猜黃小姐 買這隻股份 一來 貪圍的價格 可能比較便宜 二來 都捕捉核電方面的發展 事實上 在內地方面 我都相信 核電方面的發展 是會加快的 但你說究竟 什麼時候做呢 這個都不得而知 但初步看 如果以MY7 以電器來說 暫時來說 4.5元是一個比較大的市場位 所以只要不穿這個位置 基本上 我覺得 都可以繼續持有住 不穿4.5元這個位置 可以先持有住 所以現在來說 暫時來計 只要5元左右 再一個短期目標價 好 多謝黃小姐的手信 我們轉聽一下 為嘉靈觀眾 在旁邊有陳先生 你好 陳先生你好 你好 陳先生是什麼股份 我托進去 買了一隻 一三七一 一三七一 今天 八猴子 是 八猴子買了 我見到圖又不是太差 是 多少錢 明白 但這隻 這隻本身 之前炒上去 陳先生你也明白 知道原因 但你問我 究竟機會大不大呢 是否真的會 騰訊 是否真的會入股 其實都是一個 暫時來說 一個迷你 因為 你問我 城市機會大不大呢 對於騰訊來說 如果假設 入股的話 對於 金額上 金額上 就不算很大 當然 對於1371 華彩來說 這個是一個 很利好的消息 但 只不過 我覺得 我自己自問 我覺得機會 不是那麼高 當然 你問我 為什麼不是那麼高 我回答不到 因為個人感覺 不是那麼高 但它的股價 坦白說 我覺得如果有機會平手 就先走了 我覺得這隻 就似乎 第一 去評這些收穫的消息 第二 就是 這個叫做 世界杯的效應 這些產品的效應 其實我覺得 股價上 沒有程度上 反映了大部分的因素 所以現價 你再買的話 其實風險都 真的不是小 所以如果你假設 真的不是很心慌的話 看一百毫子 這些位置走不走得到 走得到的話 我會建議你可能 將那個 部署的資金 減到絕對會比較好一點 對 變相真的 平手走好了 其實是的 免得反轉舌 研究來說 還有七五九指 都跌超過百分之一 陳先生還有沒有其他 顧分想問 是不是 我想買就是三百六 三百六 多少錢可以買 好 其實我走了一轉 我親過幾 我走了一次 是明白 沒人知道賺了轉 我想再看看 能不能再多轉 三百六 現在你講中石法 做的是七百零七千 手牌跌一千 家庭觀眾想再買 股價走勢 怎麼看 應該再多轉 這隻比較易足 這隻相比之下 相比剛剛那隻華彩 這隻就真的 相當之易足的走勢 因為你看近期來說 由5月打後的時間 你沒有一個 Trading Ranger 是多少呢 你說比較拉長 少看的話 6.9至7.2 如果你再短一點的話 只不過是7.2 這個水平的位置 所以這些位置 假設你買貨的話 假設你買 其實沒有的 你駁他不穿7.2這個位置 甚至乎 你可能再看遠一點的話 他不穿6.9這個位置 可以的 但如果你買的話 就駁他這件事 第一就是駁他 升穿7.2這個環區間 這個上方的阻力位 升穿這個位置 然後再從而 提高一些 在7.5這個位置 所以變相之下 這些位置 我覺得是可以考慮一下 你純粹擦一波幅的話 就看回6.9至7.2這個位置 你手要看遠一點 他不穿6.9的話 就先拿去 上面的話 就看回7.5這個位置 這樣的部署法 好啊 謝謝陳先生 希望幫到你了 要轉回家庭觀眾 爭取時間 聽到Kenny的電話 Kenny你好 你好 Kenny你好 我想問那隻IPO來的 2014 是 浩澤靜水 是 那他是不是一字 叫做什麼 靜水 是 是 是 就是問一下 好不好抽 是什麼意思 好啊 見到跟大家講講 就是招股的資料 看到招股價 介乎是2.25至2.7 每手股 每手的股數就是1,000股 朝日來說 暫時來說 就是在6月5至6月10號 上市就會是6月17號 家庭觀眾想問一下前景 主要都是 了解下間公司 抽不抽好呢 其實今早早 我也有輕輕研究過這間公司 為什麼呢 一會兒我的同事會詳細解說 這間公司的狀況 那我先賣一些關子 但是呢 我都可能 對家庭觀眾 我都有一個 輕微一些的建議 即是設定的建議 因為 一會兒你可以留意 這個節目 因為我的同事 Hurry 會詳細去解說 但是如果你想問我 這間公司 抽不抽一個的話 我講一些基本資料給家庭觀眾聽 嚴格上 這間公司 做一些叫做淨水氣的 沒錯 但是那個市佔率方面 其實是不高的 即是 一會兒可能Hurry 都會說到 他那個叫做市佔率 只有多少呢 1.1% 整個市場 其實是不大的 而且這個市場本身 我自己覺得 跟公司的營運 那個情況 是不是做得很好呢 我有保留的 即是我自己是有保留的 所以反而你說 本身你是未有 如果你想抽的話 我會建議你 要是少住 如果不是的話 不如就不要抽 這是我個人的建議 因為我覺得 公司有沒有什麼 特別大的賣點 我自問是沒有什麼 但當然 待會你可以詳細聽一下 Hurry的分析 但就我個人來說 我都會建議 這隻就可能 就算抽得好 都只而少住 好啊 Mark Kenny 謝謝你 想再聽多些的話 就留至下一節 我們有科級分析員 軟志氣 還有我們另外一個主播 就是葉畢樂先生 會和大家詳細分析這隻新股 Stanley 不如在這個時間 都和你抽少許時間 研究一下A股 先談談 A股調轉頭 升勢 上陣指數現在都升至1% 生命成指是升1% 上陣現在做的是2038點 講的是富士 以及摩子方面 都有MSCI 可能說是A股 去到他們的成分股 先問你 其實怎樣看這個消息 對於A股方面的影響 其實這個消息 早上已經有了 為何下午回來才有升勢 基本上你可以說 下午的投資者先睡醒 但問題是可以這樣說的 這宗消息本身 今早早已經曝光了 但下午才有這麼大的反應 都似乎跟成交量一手有關 還有我都相信 可能是權重股 可能有比較好一點的表現有關 但初步看 其實你說A股本身 正如今早都講到 2000點是一個比較大的支持位 基本上你說不穿的話 我覺得A股的走勢又不是太差 只不過是會悶一點 這樣 好啊 謝謝Stanley 跟我們聽聽都講了A股方面的表現 這些時間都差不多了 先和你做回申報 剛才解立過的股份 本身自己有沒有持有 都沒有持有的 謝謝Stanley 我們先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 將會發達廣場的環節 再講多一次 就是來到會和大家聊一聊 就是2014這隻新股方面的最新情況 想聽的話不要行去啦